第三个果叫六入 小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 耳朵听不见 眼睛看不见 鼻子闻不出味道 这个就是师父刚才跟你们讲的名色 接下去孩子慢慢地长大了 烟耳鼻舌深意 六根进入到了 他的意识当中 六根的人形起来了 耳朵听得见了 眼睛看得见了 开始哭了 为什么 因为看到了就哭了 听到了就哭了 想到了就害怕了 第四个果是畜 出胎与外界接触 一个人出胎之后 马上跟社会接触了 苦不苦 你看哪个小孩子 生出来不哭 整天哇哇哇地哭 天冷天热 他都觉得不舒服 跟外界一接触 人就不舒服 我们现在很多学佛的孩子 在东方电台 待的时间长了 你要他去和外面的人打交道 他会感觉很不自在 所以你们要做好思想准备 你们成为佛的弟子之后 你们的境界越修越高 那么看外面的人会越来越不舒服 觉得他们讲话 做事情 什么都不太如理如法 要记住 他们不是学佛人 我们只能原谅他们 还有一个果是受 就是由于跟外界接触 所产生的苦和快乐 就是感受 这就是三世因果的 现在无果 三世因果的现在 有三个因 第一个是爱 一个人在人间的爱 是最痛苦的 去爱一个人很痛苦 被人家爱 也很痛苦 对环境 生出爱欲 欲望 就是有了爱的感觉 举个简单例子 你们对一个事物都会爱 何况对一个人 你们没有养过狗的人 很怕狗 但是师父告诉你 当你一旦 在家里养了一条狗的时候 你就会慢慢地喜欢它 会跟它有感情的 不要说狗 连鸡都是这样 要懂得 你喜欢这个房子 就是对环境的爱 因为样子很好看 我就喜欢这个房子 我就喜欢这个家具 这也是爱 我很喜欢它 就产生了爱 我觉得跟这个人 很容易谈得来 也产生了爱 接下去是取 取就是追求 追求就是取 会造很多的业 去追求某一件事情 去索取它 你就慢慢地成为它的奴隶 会产生业障 业障 有善业和恶业 我今天要做这个事情 只要我去追求它了 我就有业了 你今天做好事情 那就叫善业 你今天做坏事 就叫恶业 还有一个因 叫有 有是什么意思呢 刚才讲到 业已经形成了 因为招来的果报 你已经把这个事情 做出去了 已经得到回报了 就是我已经得到它 我已经有了 那么你就有了果报 这是现在的 五果三因 还有未来的二果 加起来就是 十二因缘 未来的第一果是生 再受到未来的 五蕴之深的苦恼 让你不断地 受到五蕴之苦 就是说 人死亡之后 想不中阴了 接下来又投人了 又受到五蕴的苦恼 五蕴是什么 色 受 想 行 实 师父问你们 为什么菩萨说 五蕴很苦 因为你在人间的感受 想法 还有色身 行为 以及你的意识 这个五蕴其实都是空的 虽然空 但会让你内心世界痛苦 所以菩萨让我们 连五蕴都不要有 佛在心经里面说 召见五蕴皆空 叫你们不要去想 就是不要有 色受想行实 师父为什么叫你们 不要去想 因为一想 你就会觉得 自己活在人间很痛苦 一想 你就不敢看别人了 你想得太多了 你听得太多了 你瘦得太多了 你的意识 可能就犯罪了 所以 要召见 五蕴皆空 就是不要去想 因为这些东西 全部都是空的 师父问你们 色 是不是空的 看见了有色世界 花花绿绿的花草 房子 漂亮吧 看过了 就没有了 瘦 感受 肚子饿的时候 感受到很饿 吃饱的时候 那种饿的感觉 一会儿就没有了 想 当你痛苦的时候 越想越痛苦 越痛苦越想 你们小时候 痛苦的事情 想到现在 还有吗 菩萨叫你们 然后 然后又生 所以十二姻缘讲的 未来的良果姻缘 就是生和死 人们说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当你出生了 你就准备死了 当你要死了 你又准备再投胎 再出生了 所以未来之身 渐渐又老 又会死掉 这就是 因缘果报 乃尖 生死我 我眼前 我 总我 的 也 我 我 对 我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